县府108年度中高阶级主管研习班在三陵溪生态园区举行 共有230多位县府各级主管人员参加 县长林明珍特别出席说明施政理念与目标 称赞县府团队的表现 期许团队未来继续努力 提升为民服务的效率以及品质 县府108年度中高阶主管研习班 在南投县三陵溪生态园区举办 共有230多位县府以及所属一二级机关各级主管人员参加 县长林明珍特别出席 林县县长技术时表示 今年远见杂志中 全国22个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南投排名第4名 这一切都仰赖县府团队努力 在之前宪明时间活动中 也感受到民众对施政以及社会福利的满意 感谢团队的用心及付出 团队的合作 对吧 我们团队的合作 我们现在过几处 刚才有问题 不可以说这点点 这点点点 因为我刚才有接的双方 我们如果刚才有问题 就是说 过几处 能够协助我们 那些钱就来办法 所以我们就是 刚才有问题 大家集结起来 研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研究要配八成再三个问题 不是刚才那些 他说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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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让企图到来 这些问题 所以各位 大家 要好好的 为我们南投县的 为两个挖斩来帮忙 此次研习课程主题 为团队建立与经营 有关主管带领团队时 面对公务的验变能力 执行力 以及危机处理能力作为 借由课程强化主管应由的领导观念 以及态度 充分发挥管理绩效 有效营造出有归属感的团队工作氛围 进而推动各项宪政业务 记者蔡时期 竹山采访报导